诶 字写得很潦草 也没有签名 不过从笔记看 应该是反抗者的代表 教官及格蒙特写的 总之 先看一下吧 怎么会这样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糟了 奥尔卡是黑魔法师的军团长 同时也是黑色之翼的首领 他本领高强 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必须尽快通知冒险家们 并且通缉他 啊 等等 奥尔卡失踪了 但是不久前 你不是还遭到黑色之翼的追击吗 那个时间和奥尔卡失踪的时间几乎一样 要说只是巧合 也太勉强了 好了 现在来看一下西纳斯骑士团的答复 这封信是骑士团的谋士拿哈特接来的 来 憨语收息 我们仔细研究了情报语言从各地送来的报告 但未发现 约黑色之翼相关的有用情报 很遗憾没那么帮上忙 不过 我们能否与贵寒中提到的冒险家见面 或许会有别的发现 我目前正在魔法密林处理事情 结束后 会立即返回射手村 在此之前 请务必采取措施将他留在村上 顺中赫莉莉娜与冒险家联盟一千安好 南哈特 伯恩 卢比斯坦拜上 务必采取措施留住你 难道要把你关起来吗 自立行间就能看出南哈特的性格呢 真是有趣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到守守村 漫无目的的等待 最无聊了 要不这样 你直接去找骑士团吧 魔法密林离这里不远 这样就不用等了 魔法密林是位于东边的妖精们的森林 你去那里找辛纳斯骑士团的南哈特 他会保护你的 是你 没想到你会直接过来 真令人惊讶 骑士团中有人曾见过你 你与他描述的一样 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叫南哈特伯恩·卢比斯坦 是西纳斯女皇的谋士 如果记不住我的全名 就叫我南哈特吧 这段时间你可让我们吃了不少苦疼 你若乖乖待在彩虹岛也许早就见到我了 也不会在明珠港中了黑色之一的陷阱 看你一脸茫然的样子 算了 与其听我说明不如亲自确认 我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 你和他们聊聊 就会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蠢事 听到声音了 他们就在外面 如果你愿意 我现在就叫他们来见你 眼力不差的话 你应该能认出他们是谁 您好 我们是西纳斯骑士团的骑士团长 我是米哈尔 这位是胡克 之前在彩虹岛的时候都有麻烦 还已经见谅 你果然没有发现 不过没关系 之前因为一些顾虑 我把脸遮了起来 你认不出也挣扎 什么蒙面怪人 太难听了 再说了 我们可不是威胁你 那是想帮你 当时你正被那个冒牌还会欺骗 差点就出大事了 不是吗 我们提前收到情报 说黑色之意盯上你了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 我们决定隐藏身份暗中保护你 没想到反而引起误会 保护你的计划也因此失败了 也怪我不够谨慎 明知道黑色之意那么狡猾 当然了 要是你没傻到被变身术实被骗得团团转 就更好了 你和黑色之意干部对决的传闻是真的吗 我说怎么感觉和之前判入了两人 原来是变得更加强壮了 现在看来 这个任务可以交给你了 你肯定能行 你去帮我收集一些绿色药草 在接近风的地方就能找到 不是我怕麻烦 是因为这件事由你来做更有意义 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收集到绿色药草了吗 有两下子的吗 这是治疗伤口的魔法药的材料 村庄里正好有人需要那种药 听说汉司的弟子义德 可以用魔法制作各种物品 把这些药材交给他的话 你一定能制作出效果 很好地恢复服药 当然我去也行 但还是交给你吧 你和患者的关系更好 从魔法图书馆出去 在魔法密林的顶部附近 就能找到易德 把这个交给他 再顺便探望一下病人吧 是胡克让你来的 那药材带来了吗 哦 没错 就是那个 我现在就给你制作 在此期间 你能帮我照看一下患者吗 不是重症患者 不需要特别看护 只要陪他聊天就行 拜托了 是你 终于见到你了 本来打算治疗结束后 就去找你的 没想到你先来这里了 怎么这副表情 哦 这个伤口啊 只是轻伤 当时在码头上 跟蒙面人战斗留下的 幸好他们很快就表明了身份 说自己是西纳斯骑士团的 战斗才没有扩大 一想不到上了冒牌奥里维亚的档 我就很生气 我竟然没有意识到 那是黑色之意射下的陷阱 还把你送到了明珠港 从骑士团那里知道真相后 我马上就追到了明珠港 但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 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过我没有放弃 继续和米哈尔 胡克一起寻找你的下落 后来骑士团长们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南哈特的名字 说魔法图书馆的任务出了问题 让他们紧急去魔法密林集合 虽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但好像是要寻找某本珍贵的书 于是我就暂时和骑士团来到魔法密林 然后他们就安排我在这里疗伤 没想到你也来了 嗯 来都来了 在回去之前我想去魔法密林逛逛 你要不要一起 好的 我会等你的 很多人 一人终 tatsächlich 你能够 都做 你不能是 太多 我 没想到在魔法秘临待了这么久 那本书分明就该存放在这座图书馆的 那么珍贵的 世上仅存一本的书 但现在找不到了 因为图书目录不见了 虽然馆长是魔法师汉斯 但负责管理书籍的是露露 按理说那孩子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 只能浪费时间在书架上一本一本的找来 但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别傻站着 你去二层找露露 问她找到图书目录没有 她是想问图书目录吧 我已经仔细找过了 但还是没有发现 真对不起 图书目录好像不在管理 虽然这里有我负责管理 但所有访客都有权使用图书目录 因为大家都是通过目录来寻找图书的 我本来想找最近的访客确认的 但最近来的人是妖精维英 她脾气不太好 我不太敢跟她说话 你和我一起去找妖精维英吧 她就在村庄外面 说要完成魔法学校的作业什么的 就是在大墓林顶部捕捉蝴蝶精 收集蝴蝶精的触角 如果我们去帮忙 她也许会愿意告诉我们图书末路的事 人类 我正做作业呢 别妨碍我 咦 这是我最需要的蝴蝶精了的触角 你真的可以把它送给我 蝴蝶精很难对付的 我真头疼呢 太感谢了 如果需要帮忙 尽管说 我可是对人类非常有伤的妖精哦 你找错人了 我确实为了完成作业去过图书馆 但我没有拿走图书目录 是吗 那就麻烦了 还要调查那么多访客 看来只能闭馆了 你们不会是想调查所有的访客吧 用那种笨办法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图书目录啊 而且这样一来 魔法图书馆不就得闭馆很久吗 那我的作业怎么办啊 算了 我用妖精的智慧帮你吧 那如果你想偷偷把图书目录带出图书馆 会怎么做 是个好办法 那么罪犯想的 会不会和你一样呢 我觉得 先从借书比较多的人开始调查 应该会更有效率 嗯 我记得最近来魔法图书馆 窃收最多的人是 妖精唯英 喂 人类 真的不是我 我是借了很多书 但那是为了完成魔法学校的作业 你怎么不找第二多的人 第二多的人是 汉斯先生的弟子鲁巴尔 他博览群书 每次来图书馆都会借走很多书 哦 那个从出生就没笑过的阴沉人类 如果是他的话 我不久前在隐藏之森见过他 对了 前几天在图书馆也遇到过他 你不是露露吗 还是第一次在魔法图书馆外见到你呢 这位是你的朋友吗 你好 你来这里做什么 野餐吗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再见 等一下 鲁巴尔 你衣服里的那个小本子 是图书目录吗 他怎么会在你身上 可恶 被发现了 请立刻归还图书目录 辩解的话之后再说 图书目录损坏了 中间有几页不见了 好像是被人故意撕掉的 是我撕的 现在没人能看到那几页的内容了 鲁巴尔 你身为汉斯先生的大弟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几页不见了 竟然被发现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我删除与魔法密林历史有关的目录 是因为不想那些书向世人公开 很久以前 我就想让汉斯将它们列为禁书 但每次都被他拒绝 那是使官们们花费心血编撰的书 不列为推荐书目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列为禁书 我这样做 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魔法师摆脱那段耻辱的历史 你也是魔法师的后代 请理解并帮助我 因为相关的书籍实在太多了 如果你们能帮忙 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 不要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正义感 但这绝对是错误的 快告诉我 你把撕掉的书页上哪儿了 你竟敢教训我 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 但你永远也别想找到那些书页 因为他们已经被绿水灵王带到自己的巢穴里去了 糟糕 情况紧急 请帮帮我们 请去追踪魔法命令的暴徒绿水灵王 夺回图书目录 请不吝点赞 还 الخ 唯 太好了 虽然有损毁的部分 但这种程度的话 修复起来应该不难 真是太感谢你了 卢巴尔 我会向魔法图书馆馆长汉斯先生报告此事 相信他很快就会对你采取惩罚措施 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 在这个充斥着欲望的世界里 你以为 只要自己公正地坚守规则 就能幸福地生活下去吗 不管魔法密林有什么样的历史 魔法师都比其他职业更亲近自然 热爱和平 而且有史书存在 人类才可以以史为鉴 不断学习和进步 所以卢巴尔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为了查看魔法图书馆的书 西纳斯骑士团特意来到魔法密林 但因为鲁巴尔偷走了图书目录 所以一直找不到想要的书 不过 他们并没有放弃 一直在仔细寻找 看来那本书真的很重要呢 现在目录找到了 南哈特可以找到那本书了 这样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了吧 你要和他们一起走吗 那在离开之前 去和魔法密林的朋友们告个别吧 什么 你在找叫伦多的朋友吗 哦 你是说那个受伤的男孩吧 我刚才看到他去北部森林了 从去大的树往后就是北部森林了 你去那边找吧 奥尔卡大人在哪里 我说 奥尔卡大人在哪里 骗人 快说实话 不然就尝尝蓝水灵的厉害吧 竟然打败了蓝水灵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 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吗 除非告诉我奥尔卡大人在哪里 否则我就一直缠着你 你要去哪里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线索 我可不会让你跑了 什么 你在大放什么绝词 我的品位才没这么低呢 只要你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不会缠着你了 奥尔卡大人在哪里 不是奥尔卡 是奥尔卡大人 你这个无力的家伙 终于想起来了吗 快说 奥尔卡大人到底在哪 那个我知道 我问的是后面的事 跑出来以后 奥尔卡大人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骗人 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在奥尔卡大人身边的就是你 还想骗我不能原谅 你这个骗子 接受紫仙水灵的惩罚吧 连紫仙水灵都被打败了 可恶可恶 原来你知道我 既然你真的不知道阿尔卡大人的下落 那我和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闪了 我和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跟着我干嘛 他们才没那个功夫呢 格里梅尔趁阿尔卡大人不在 正忙着夺取指挥权 而且他的目标可不是阿尔卡大人 而是你 但我不一样 我对阿尔卡大人绝对忠诚 所以才单独行动 我一定要找到阿尔卡大人 让黑色之意回到他真正的主人手中 你傻呀 竟然问这桌问题 我怎么可能会把组织的一级机密告诉你 虽然我现在单独行动 但再怎么说 我也是黑色之一的干部 虽然我一点都不想帮他们 但身为组织的成员 你也算我的敌人 不过 我得赶紧去找阿尔卡大人了 就放过你了 反正格里梅尔会盯着你的 用不着我出手 我真想去找你呢 小声点 我有事跟你说 你觉得西纳斯骑士团的那些人可靠吗 不久前 我看见他们在偷偷翻你的行李 刚开始我以为 是怕黑色之意在你背包里塞了危险的东西 谁知道越看越不对劲 他们的神情很古怪 如果你的行李没什么异常 应该安心才对啊 但他们却一副很失望的样子 就像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 实在太诡异了 我们必须他们搜查你的行李 一定是受到谋士的指示 我觉得你应该直接去找南哈特谈谈 要是你准备好了 我就用一栋卷轴把你送到魔法图书馆 当然 西纳斯骑士团不是黑色之意那样邪恶的组织 但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吧 嘘 小声点 我有事跟你说 你觉得西纳斯骑士团的那些人可靠吗 不久前 我看见他们在偷偷翻你的行李 刚开始我以为 是怕黑色之意在你背包里塞了危险的东西 谁知道越看越不对劲 他们的神情很古怪 如果你的行李没什么异常 应该安心才对啊 但他们却一副很失望的样子 就像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 实在太诡异了 我们必须确认他们是否可靠 他们搜查你的行李 一定是受到谋士的指示 我觉得你应该直接去找南哈特谈谈 要是你准备好了 我就用一栋卷轴 把你送到魔法图书馆 我仔细看了露露拿来的图书目录 并没有我们要的那本书 但它总归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我们必须找到它 那是当然 不过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有趣的古书 里面有一首诗歌 叫做《临终之城的夜晚》 你看懂这首诗了吗 简单来说就是 只要迷失在临终之城 就永远回不来了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书 而是立刻把那一位带去临终之城 但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虽然调查了他的背景 也搜查了他的行李 但仍一无所获 而且黑色之衣也在找他 说不定是个危险人物 那也不能一直等下去 就算冒点险 也要先把他带去临终之城 等等 小声点 附近好像有人在偷听 这下麻烦了 米哈尔胡克 快去找人 务必在走漏风声之前 把他带去临终之城 好 我马上去 放心 我会用鹰叶去找他的 什么 真的吗 临终之城很危险 再厉害的人都不能保证全身而退 更何况你这样的新手冒险家 男哈头 男哈头为什么要带你去那种地方 虽然他们说要保护你 但肯定有别的目的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去临终之城的 继续留在这里 迟早会被新纳斯骑士团发现 所以我们必须先离开魔法密林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避开包围圈帮你逃走 不过需要准备几样东西 你去森林的镜头 收集狐狸火花和干枯的树枝 击败那些疯独野兽 就能获得干枯的树枝了 你把狐狸火花和干枯的树枝带来了吗 让我看看 这么多足够了